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幾天 我相信我們很多觀眾聽眾 跟我一樣 心情都很沉重 凡是有血性的人 有良心的人 心情都應該沉重 不像在我的影片下留言的人 說這群暴徒 要打死他們 那些沒有血性的人 這樣子的反應 不要當上街反對逃犯條例的人 全部都是任性 全部都是不理解這件事 就像林鄭所說的 難道兒子任性 你有他嗎 將來他會後悔 將來會問媽媽 為何不提他 會做這些事 我可以告訴林鄭 沒有一個做媽媽 如果那個是真媽媽的話 他會打盲自己的兒子的眼 我可以告訴你 林鄭這個母親論 出來之後 中大有一個教授 有一班教育工作者 有一班社工 在網上編發聯署 就是一班香港的母親 去回應林鄭的母親論 很快 聯署的人已經超過三萬人 那個網絡負荷不了 他們是要找第二個聯署 然後才能夠繼續 令到簽名的人可以簽到他的名字 可見林鄭這個母親論令人反感的地方 就是這裡 他不管這班年輕人的死活 他用這個方法 去將所謂他口中的暴動鎮壓下來 但是你看到張建宗 其實接受這個訪問的時候 他已經把他們政府高層的責任 完全是撇清的 他說 他說政府的高層沒有參與開槍的決定 這次是開槍 這次是暴力的鎮壓 雖然暫時來說 沒有人死 但是這個開槍 這個歷史 是會寫下來 是林鄭 作為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的任內做的事 他是不顧和平示威者的生死 將他們打到重傷 有一位教通識科的老師 在現場 他說在毫無預警下 他已經被彈打到眼睛 應該是橡膠子彈 現在說 他暫時來說 是 事歷 都看到 但是我相信 受損的機會是很大的 他一看完醫生 出來已經被警察抓了 告他暴動 而且也有些 傷者 過海去九龍那邊的醫院 去求醫 亦被住在醫院的警察 拘捕 告他們 暴動 你想想 會不會令到 那些傷者不敢去求醫 會不會令到傷者 即使受到重傷 都不敢去找醫護人員幫他 因為他一現身在公立醫院 駐醫院的警察 我相信是下了一個命令 會抓這些人 記者問問盧偉聰 他有嘰嘰嘰嘰嘰嘰 說英文 說不到 就是回應這番話 他用廣東話來回應 他說難道 黑社會去醫院求助 都不抓他嗎 在盧偉聰的路 在香港警隊的心目中 這班參與和平示威的人 和警察發生衝突的 年輕人 就當是黑社會這樣辦 這就是他們整個思維方式 所以用這麼凶狠的方法 去對待他們 我今早做節目的時候 有起碼三個退休警務人員打來 他們二口同聲 他說當年 他們訓練的時候 說用的武力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教官教他們 就是 你只要制止對方的暴力行為 你就要停止 這次我們在網上看到的影片 完全不是這回事 這是第一 第二 即使用武力 即使用橡膠子彈 即使用更加 有殺傷力 殺傷性的武力 真槍也好 你打的 即是能夠打 疑犯的 不是致命的部位 目的是防止他逃走 又或者防止他 進一步 對你 即是警務人員構成傷害 簡單來說 是打他的腳 或者打他的下半身 而不是打他的頭 現在有很多傷者 有很多傷者 是頭部中彈 眼中彈 其實 是不是 警方 我相信不是個別警務人員 的決定 是不是 他們的指揮官 跟他們做briefing的時候 是要求他們 命令他們 當這些示威者是獵物 無論什麼的部位 總之打中他 制止他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 這是警隊高層的決定 凡例開槍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向著自己的人民開槍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你說他是罪行 又或者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一定要做檢討 講出事情的來龍去脈 張建宗接受訪問的時候 已經跟這件事撇清界線 是說這是警隊高層的決定 政府的高級官員是沒有參與其中 當然是這麼說 因為大家必須明白 這是血債 將來是會追究的 今天不追究 十年之後 二十年之後都會追究 人們會記住的 你打到人家致殘 現在暫時還沒死 我也是很擔心 最後這些衝突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死 所以政府的高層 幾大都要把責任 往外推 當然盧偉聰自己也未必會背 未必肯背 那就是賴前線的指揮官 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一天 在這些衝突裡面 有示威者 死亡的話 我想香港 完全不能回頭 我很擔心出現 這個情況 但我相信 出現這個情況的機會極大 你網上看的影片 我認為 打電話來的退休警務人員說 有兩個很重要的 用武力的條件 第一 你只要制止了 他們的暴力行為 他們停了 就不應該繼續用武力 第二 要用 槍來射 不論這些是橫勾子彈 又或者是布袋彈 也好 不是致命的傷害 只不過是制止他們逃跑 或者對警察造成最一步的傷害 然後才行 所以是打他下半身 不會打他的頭 但是這兩件事 我們在網上看到一些圖片 看到一些影片 完全是兩回事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外籍的人員 你在網上看到的 有一個外籍的 可能是 未必是年紀以上的示威者 或者是路人 坐在花槽 警務人員 走過去叫他走 他說我不舒服 我走不了 那個警察繼續讓他走 他仍然走不了 然後警察很近距離 都不知道有沒有一尺 就用胡椒的水仔 兜口兜面射過去 這個人沒有用沒有力 這個人只不過是坐在那裡 那個地方不是戒嚴 沒有戒嚴 沒有宵禁 那裡是可以被人坐 被人站 被人走的地方 為什麼都受到這樣的對待 有一個記者 來那個警察 來那些防暴 拿盾的警察 我相信都起碼有 十幾二十米 就是說有 二十幾三十尺 甚至更遠的距離 他站在那裡 那個警察叫他走 叫他離開 他採訪的需要 沒有走 警察對著他開了一槍 用槍發射的催淚彈 催淚彈是這麼用的 還有 有些示威者 退了入金鐘地鐵站裡面 警察照向他們噴胡椒噴霧 退了進去 證明他們已經要離開了 你指控他們有暴力行為 他們已經完全沒有暴力行為 停下來 你也要用這個方法 你不是報復是什麼 不是情緒發洩是什麼 你是不是當這班人 是人來的 是一班示威者 是不是 你又拘捕他 你不是用這個方法去噴他 令他產生更大的痛苦 我那天在 天橋上 因為聞到這些 催淚氣體 感到非常不舒服 慢慢離開 人很多很迫 有兩個年輕人突然跑到我肩膀 可能他認得我 他跟我說 他說你要把這件事說出去 他說他在中信大廈 在那裡 被警察被催淚氣體的時候 警察向裡面發射催淚彈 要逼裡面的人走出來 他們沒有施用武力了 已經停了 他們繼續這樣做 那兩個年輕人 我相信我看他的臉紅得很厲害 非常痛苦的表情 我相信他是受這些催淚煙 影響很大 而相當痛苦的 好氣氛 亦都很驚慌 我在網上看到的影片有人吐血 可能被催淚彈也好 像交子彈打到 有人的眼睛 幾乎失明 有個外籍記者 有個外籍記者 隔著那個爐的石頭 大聲喊 說他們射記者 那個警察很不信 幾乎要 拔槍出來射 我想真的是那些催淚彈的槍 那個記者就說 Do it Do it 好氣氛 你看到那些影片 你發覺 還有一個影片 就是七八個警察 捉著一個示威者 壓在地上 打了他 成分鐘 用警棍 用腳踢 直到他們 完全不能動彈為止 才停 你看完這些影片 我覺得 這班警察已經是當 示威者是敵人 是罪犯 甚至是恐怖分子 這樣看待 作為一個政府 看完這些片 陸偉聰 林鄭 李家超 鄭若驊 你看完這些影片 你可否告訴我們 警察 在做什麼呢 是否 當他 將這場示威 抗議的活動 定性為暴動 他就可以為所欲為 無法無天 做什麼都合法 完全是不需要受法律制裁的 我希望 美國 國會快點通過 關於香港 人權與民主的法案 令到 沾滿了人民鮮血的 政府官員 受到制裁 我們唯一是依靠外國勢力 你在香港 做什麼調查 做什麼 投訴 因為 公權力在他手裏 機器在他那裏 他做什麼 無可奈何 是完全 不能夠 給他有任何反應 有任何 真相大白 誠之於快的可能性 唯一 就是在外國 可不可以靠外國的力量 對他們 有一個阻礙的作用 當然心情很惡劣 不過也要有些分析 究竟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另外我覺得很詫異的 本來星期三的 二讀逃犯條例 立法會大會 因為這次事件 無法進入 那群窩囊 建制派議員 甚至坐在 警方保護下 一直無法進入立法會 但是到第二天 星期四 其實情況已經和換了很多 有些議員也要回去 建制派議員 原來無驚無險地回到立法會 可以開會 但是梁君彥也宣佈 當日的會議是取消 到第三天 即是今天星期五 昨天已經說今天星期五 是不開會 這種情況令我很詫異 又說很趕急 又說被六十多個小時談 又說要開會 日以繼夜開會 到星期四就要表決 為什麼 連續三天 你說第一天情有可原 第二天好像害怕擔心 第三天即是今天 沒事了 為何都做不開 我沒有任何內幕消息 根據常理的判斷 這是不合常理不合邏輯的事 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 政府仍然很害怕 因為有很多建制的專欄 去做吹風 現在政府在想一個萬全之策 可以開會 但是不會引起激烈抗爭 我不知道他怎麼想 萬全之策 大嶼山 找個地方 混在一起 像戰爭狀態一樣開會 不讓外面的人知道 可能抗議者不會進去 但如果你仍然要在立法會開會 我會相信 無可避免 不能離開 被無可避 這群年輕人 這群抗爭者 不會說我過了一道戲 我就不會再來了 在他們的想法裏面 在這群抗爭者的想法裏面 這是逃犯條例 如果一旦通過對他們來說 我們民主又沒有 法治又沉淪 我們唯一丁點 能夠和大陸有不同的就是自由 就是人身安全不受威脅 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為何 這次有103萬人上街 有4萬多人 主要是年輕人 會在星期三那天 做包圍立法會 包圍政府總部的行動 原因就是 我們已經一無所有了 剩下少許的東西 為何你都不給我 為何你不留下 他們抗爭的原因 林鄭 你自己知道嗎 明白嗎 林鄭不要癡心妄想 沒有萬全之賊 你一旦開會 我相信這群年輕人 這群抗爭者 一定會隨傳隨道 不能走路 怎樣才能夠讓政府繼續管治 唯一的 就是 撤回或者各自這個條例 我看到很多 人苦口婆心 要求政府這樣做 政府完全是自主不利 強硬到底 甚至 有些說法是他們不能夠退 退就沒有辦法管治 現在有個消息傳出來 政府定性 這場抗爭是一場顏色革命 目的不是 逃犯條例的修訂 目的是政府的管治 他要癱瘓政府的管治 我聽完之後就 革命 這群年輕人打算自己執政 搶了政府來做 他說有什麼外國勢力的威脅 就是怎樣 永遠 有些事發生的時候 就把責任往外推 推給抗爭者 推給那些不知道在哪裡來的外國勢力 就說全部都是亡我之心不死 這個帝國主義 完全沒有 自己苦心自問 去問問 究竟自己的責任有多大 其實問題很簡單 只要稍微鬆一鬆手 鬆一鬆口 說好吧 先解決台灣殺人案的問題 連北辰也這樣呼籲 然後暑假回來 再重場計議 為什麼不行 是吧 所以我覺得林鄭 那種 學利 管治方式 很多人說 比六八九還要惡劣千倍萬倍 我覺得真的 六八九 因為不是公務員出身 她不太知道政府如何運作 她也起碼聽聽的意見 譬如在反國搞的問題上 做好杜帶也好 炸家衣也好 也算是做了一些讓步 在雨傘運動的時候 坐了七十九天 一開始放了幾十個催淚彈之後 基本上是和平 沒有發生什麼事 用一個比較拖延的方法 真是醃死你們 讓市民反感 妨礙他們上班 然後最後才清場 林鄭完全不是 林鄭認為自己什麼都可以 認為自己好打得 又得到中央的支持 所以一開始 已經用了 殺傷力這麼大的武器 催淚彈之外 還用橡膠子彈 還用布袋彈 總之要將 這種情況消滅於萌芽狀態 開槍了 林鄭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張建宗撇清關係 說這不是政府高層決定 是警隊決定 是沒有用的 這是血債 歷史會記住這個血債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 八達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 我都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